在旁分 三兩下就說好老闆同事 都喜歡的包頭囉 同時董事長這一類的 他們不喜歡女孩子 看頭看臉 然後你的瀏海一定要有一點點 就是把它剝開一點點 他會覺得比較有精神 這個答案再來教大家 好 只是我先來解決一下 他們喜歡這樣子的瀏海 對 他們喜歡這樣的瀏海 他不喜歡蓋起來的 因為他覺得這樣是乾淨 簡單 又沒有威脅性 對 董事長夫人不會覺得 你妝可愛 一般來講我會建議大家就是 比如說你可以把它編一編 再隨便繞出一個髮型都好看 編辮子 對 因為這個是你綁起包頭 最好看的一種 最簡單的 因為他髮量多 所以他就 分兩邊 對 這個目前很簡單 對 沒有 其實我相信大家上班一定是很趕的 結果大家就這樣上班了 對 好 這些兩條 就算了時間了 來不及了 對啊 這可以在真的公車上完成嗎 可以了 這個嗎 好 然後下擺可以貼一點 好 先拿一個 第一個先繞 圈圈 對 把另外一條繞住嗎 你說什麼 把另外一條鏈子繞住 對 對 他頭髮很滑 很髮質很滑喔 有好好養 故意的 對 好 難怪 故意的 故意的 你會把頭髮故意弄得很粗這樣子 有 有 會故意把它弄得很粗 有 因為他們想要膨 比較好規定 比較好規定 而且我有時候都會那個 被劇組造型師說 你頭髮這麼滑好難綁喔 對 變得滑掉 然後再把另外一個 其實這個 我現在教大家兩個變一個包頭 這個很簡單 這個就是自己 靠自己隨便繞 這樣子 然後 再疊一疊 往上折 我就是從這個下面往上放而已 蓋住它 不用轉 都不用轉 然後這個 你可以 以夾的住為主就好了 其他都不用管 這樣 好 它這個頭適合好多職業 對啊 然後雖然韓風流行虛虛的 但是上班 不可以 不要那麼多虛 所以還是要電行 收一下 家綺的這個 Baby hair都到 脖子來 Baby hair都到 拍毛很長 頭髮真的很茂盛 它好多Baby hair 1991年的時候 我的餐廳剛開幕 草創期的時候 我都規定服務員 不能夠 瀏海一定要用頭褲弄上去 長頭髮要包頭 新妹姐這是對的 對 然後不可以留指甲 不可以做指甲 不可以擦指甲油 這是對的 乾淨衛生 可是一直到93 94年的時候 就變了 變了 因為時代變了 他們覺得 我們的店是一個很潮的餐廳 然後服務員 一個比一個有型 抓頭髮 然後弄弄弄 現在都還有燒貨頭的 沒要在服務 燒貨頭 真的假的 他們都很會弄 兩個顏色那種漸層的 對 然後美人魚頭 就是那種漸層的這樣 真的假的 因為時代姐的餐廳 去吃飯的人也都很潮 有韓國人 很多韓國人 而且很多年輕人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必須改變我自己 不然怎麼辦 超多韓國人 那邊已經是地標了 所以他讓我們買芋頭 你說前面講老皮內肉嗎 我們男生去他那邊吃飯 都超開心 對不對 美亞都很正 很正 而且服務 他們服務真的很好 也是我不小心 有東西掉在那邊 我們的嬰兒的小餐具 一個湯匙 他居然就幫我們留著 洗好 然後拿一個塑膠袋 等我們過兩天再來拿 你可不可以把嬰兒也掉在那 很想掉 很想掉 好啦 他從旁邊放了 你看 有 祕書的感覺 有溫柔婉約 他本來很討董娘喜歡 有 這樣有點像董娘 他也會很放心 把事情交給你 這樣看就是很高財的 然後因為他原本的瀏海 是比較直一點 然後把它做成有一點點弧度 它剛剛是這樣直直的位置 我是把它做一點點弧度 往旁邊放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它哪一面都OK 只要簡單的 這樣把尾邊片子 再用小黑夾收起來 瀏海旁分 三兩下就說好 老闆同事都喜歡的包頭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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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